欢迎收看华尔街人物 曾被称为中国家电枭雄的雇储君 从意气风发的资本大亨到2005年被捕 再到2008年被指控违规披露挪用资金等罪 一审获判十年徒刑 去年再审开庭 审讯后择其宣判 如今过了将近十个月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做出终审判决 撤销了虚报注册资本罪 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 并对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部分改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比原先的十年刑期缩短了五年 外界更好奇 曾坐有五家上市公司的市场大亨 能否在经历大波折以后捐土重来 回顾顾厨军在资本市场的崛起 根据凤凰周刊 顾厨军书生于江苏泰县 是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大学本科生 考上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系 之后又到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读研究所 毕业后从事多年的科研工作 南方人物周刊多年前报道顾厨军时 曾介绍过同学及老师眼中的他 并指出由于顾厨军成绩优异 经常流露出无非凡人的气势 很多人不入他的法眼 在老师眼中则是个经常有新想法的学生 1995年顾厨军成立格林科尔中国有限公司 并在2001年斥资5.6亿元人民币 收购当时中国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科隆 收购第二年科隆就扭亏为盈 2004年销售额更达到128亿元 顾厨军一路走来几乎以每隔半年的频率 透过投资并购了一系列公司 在中国和香港拥有五家上市公司 手持科隆 荣升 美林 吉诺等冰箱品牌 货班中央电视台2003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2004年初还登上胡润资本控制50强 被称为家电枭雄以外 同时大举进入汽车制造和配件行业 但成功的同时伴随而来的争议不断 2004年8月香港学术明星郎贤平 在复旦大学演讲 揭露顾厨军在收购活动中卷走国家资产 郎贤平直言 顾厨军收购科隆 美林 亚新客车 及ST乡轴等四家公司时 号称投资41亿元 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 更指出顾厨军透过个人全资公司 控制旗下格林科尔系三大产业 包括制冷剂 冰箱和客车 并以9亿多元的人民币换了100多亿资产 但这个庞大的帝国并不是靠个人资金建立 而是利用科隆强大的现金流 对此顾厨军正面回击表示 他跟政府交情不深 根据了解这场狼固之争持续半年后 2004年底 顾厨军收到了广东证监局询问函 询问科隆有没有给大股东格林科尔 担保2.76亿美元 如果有的话就是重大信息披露违规 而在隔年4月 包括广东 湖北 江苏 安徽等四省证监局 开始联合调查格林科尔的四家上市公司 调查有关格林科尔涉嫌挪用科隆电器资金事件 同一年7月 顾厨军在北京机场遭到警方带走 2008年1月底 广东佛山中院对顾厨军一审判决 12年有期徒刑 罚款680万元 2012年9月 顾厨军提前获释出狱 每过几天就召集200多名记者 开新闻发布会 为自己喊冤 当时他头戴写着草民完全无罪的纸糊高帽 震撼外界 顾厨军不光是喊冤 也实际行动 他在2013年举报佛山法院民事判决程序违法 曾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要求重审科隆案 也在2015年时举报广东高级人民法院 在案件的再审立案审查过程中 存在严重程序违法 请求广东政法委调查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顾厨军说自己是被多名官员陷害 点名指证多名中政监高层 还表示有中友康势力涉及其中 他当时向法院提起对政监会的诉讼 更让人压抑的是顾厨军打赢了这场官司 根据凤凰周刊 顾厨军过去在监狱中的唯一精神支撑 就是沉浸在数学书籍 大量阅读他喜爱的物理学 同时写写论文 他出狱后曾表示自己本质上是科学家 不是什么资本玩家 更不是大家所说的冒险家 只言自己不能理解为什么外界都如此看待他 2016年顾厨军出版书籍影子购商 中国制造2025新思维 内容谈到了当年从入主科隆到被捕入狱的往事 还记录了自己和当地政府各企业间的纠葛 甚至是狼固之争的来龙去脉 从商场大亨到牢狱之灾 顾厨军的人生跌宕起伏不断 但经过几十年的折腾 又回到了当初学术研究的原点 报道指出他在减刑出狱以后 发现自己的个人财产 包括股票和账户现金 都被佛山中级法院执行 几乎是一无所有 过去几年顾厨军在一家小企业当学术顾问 但没有参与经营和管理 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等疾病的他 看上去依然精神抖擞 保有当年一代枭雄的气魄 采访过程中不断对记者表示 希望能拿回科隆 即使从头来过也在所不惜 能否重振商业帝国 外界都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